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咱们聊聊大清朝啊,特殊的一帮人 什么呢?八旗子弟 我们都知道啊,这清朝啊,这是满清八旗建立的 所以这八旗子弟呢,在清朝是个特殊的存在 即使他无官无职,他也跟普通百姓不一样 那是整个大清的至尊VIP用户 这用官方的话说呢,是满洲兵甲系国家根本 所以这些八旗子弟,以及他们的后代们 朝廷对他们都要恩养 怎么个恩养法呢? 你起码得包分配吧,给人个体面的工作 都能干什么呢?最多的就是当官 咱们看这清朝的官员啊,咱都知道中央有六部 兵行公立护礼 这六部的领导就是尚书 这尚书呢,一满一汉 一个满人,就是齐人,一个汉人 但是呢,从这尚书往下 什么郎中啊,园外郎啊,等等各级司官们 这里边满人就比汉人多了 你再到了地方,地方的这个封疆大吏 像总督啊,巡抚啊,这个级别的 基本上就没有汉人,全是满人 但即使是这样,这官员的岗位他总是有限的 这满人他不能都当官啊,那么多人呢 那剩下的人干嘛去呢 就当兵 满清的八旗要在全国各地住房 你们就去哪当兵 这样呢,反正当兵呢 定期给你发军饷 这算是朝廷把你给养起来了 咱们说的这个 这都是清朝初年的情况 等到时间长了 出事了 为啥呢 这个满清八旗的子弟啊 他越来越多 那是呢,要繁衍生息嘛 你看这顺治五年的时候 有多少人呢 满洲八旗有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 这丁啊,就是成年的男子劳动力 你要算男女老少都算上呢 这个数字大概乘个四乘个五左右 就这么多人 等到了乾隆末年 不是,康熙末年 康熙六十年的时候 这人数丁变成了多少呢 十五万多 哎,翻了三番 照这么翻下去 那人口越来越多 他不能都当兵去啊 这人丁数倍于以往 但是呢 当兵的这个兵员总量 兵额和兵响 总量控制都是不变的 所以造成了什么问题呢 以数丁十余丁之人 十亿甲之粮 几个人 甚至是十几个人 领员来一个人的工资 那哪够花啊 那不够花怎么生活呢 哎,又想出办法来了 卖地 这满清刚入关的时候 这不是都圈地吗 哎,圈下来的地 现在把它卖了 这能卖不少钱呀 卖完以后又有钱花了 可是呢 您这光有出相没进相 坐吃山空 那早晚不得花完吗 这钱又花完了 拿什么维持生计呢 哎,不着急 皇上亲自给你想办法 比如说 康熙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这大伙们不是没钱了吗 哎,给你钱呀 康熙那时候啊 打仗多 你看这三藩之战 亲征嘎尔丹等等 哎,打仗去 这满族的军队呀 只要你没被敌人 给揍了个屁股尿流 哎,就说是 就算是你打胜仗了 朝廷啊 给赏赐 奖励你的战功 其实就是变相给你发钱 那没打仗的时候呢 没打仗的时候啊 朝廷设立官库 大家可以想象成国有的银行 然后呢 这巴西子弟 齐人们 但凡是缺钱了 你就跑这官库来借钱 朝廷给你贷款 那贷了款 你不也得还吗 哎,康熙还有好 凡是这国家有什么喜事 比如说前线打了圣仗了 或者皇上过生日了 或者是这个后宫啊 自己又添了个大孙子 等等吧 别管是什么原因 反正康熙一高兴 咱就大赦天下 这齐人老爷们 欠的朝廷这贷款 就全给免了 再等到了雍正朝啊 雍正觉得这不合适 你说朝廷给他发钱 这今天发明天不发的 弄得这个 呃,巴西人今天有钱 明天没钱 积一顿薄一顿 这不合适 受人以余 不如受人以余 是吧 咱不如给人家个稳定的工作 哎,这管他一辈子 这多好啊 给什么稳定工作呢 他们当兵 这兵额不是满了吗 那咱扩军不就完了吗 其实这招啊 顺治朝的时候就用过 顺治皇帝啊 在这个八旗正规军的正规军之外 又给建了一支预备队 哎 其实就是给这剩下的这些八旗子弟啊 找个工作 你们来当这预备队 这预备队呢 不用像正规军那样 驻扎在军营天天训练 你们不用 反正偶尔训练就行 然后呢 使正兵一半响赢 你这拿正规军一半的工资就可以了 这朝廷也算把你养起来了 等到了雍正朝这时候呢 这预备队的名额早也被占满了 那怎么办呢 雍正啊 再给你建一个预备队的预备队 名字叫养育兵 这帮人呢 哎 反正你这个训练 你爱练不练吧 反正呢 你到点 每天每月到了月头了 你就来领响吟 这响吟呢 反正不多不少 你也饿不死 够你吃穿 哎 你看这名字起的 养育兵 朝廷养你 那你想吧 就这帮八旗子弟们 本来都是国家住室 硬生生的让皇上啊 就给贯成了国家住宠 你不用努力吗 不用想着自力更生啊 哎 朝廷养你嘛 那天天干啥 就踢龙架鸟 到处闲逛 咱们看这个清朝的电视剧里 经常有这样的场景 比如说一个茶馆 大馆上他坐着聊天了 哎 门口进来一位 挺威风的样子 手里边啊 低了这个鸟龙晃着 这电小二眼尖 一眼看见了 哟 九爷 您来了 哎 旁边这些 这个客人们啊 赶紧都站起来 九爷好 九爷好 您照做吧 哇 这九爷 挺威风 往那一坐 从怀里边啊 掏出一小笼子了 说爷最近呢 逃换着个宝贝 就这个蛆蛆啊 大将军王 哎 这公鸡都抖不过他 就就就这种人 天天啥也不干 提龙架鸟 等到了乾隆朝呢 乾隆也为这帮八旗 大爷们发愁 说这国家 国库 你们借给你们官库的银两 干嘛使呢 必一等营运有资 不有匮乏 是希望给你们一笔启动资金 你拿着他呢 干个正经的营手 这一辈子衣食无忧 这多好啊 没想到这帮人啊 领营到手 滥行花费 不知爱惜 没两天 这钱就给花光了 这帮人呢 都会变魔术 刚领了钱 哎 变没了 是吧 你说这多可气 更可气的 适思贸易之人 唯利是图 将绸缎衣物等项 增长价值 以巧取之 更可恨的是那帮奸商 在市场上的奸商啊 欺负我们八旗子弟 人傻千多 卖给我们东西 他涨价 那卖给别人啊 这个一件衣服 十两银子 卖给我们 二百五十两 这不欺负人吗 难道我们八旗子弟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吗 那你想吧 你随便抄抄您借钱 借了还不用还 那可不就是大风刮来的吗 于是呢 有大臣啊 就给乾隆建议 说皇上要不咱们这么干 咱们把这帮爷呀 给他送回关外去 一八旗散钉数万 吞东三省 咱在东北老家呀 给他们找片地 让他们呢 回去耕种打猎为生 拾旧度而还淳朴 把这个淳朴的观念呀 再给找回来 让他们好好体会一下 咱们老祖宗创业的艰辛 咱们这项工程呢 就叫变形计 哎 您看好不好啊 这乾隆啊 觉得这招不错 在乾隆21年正月初五 乾隆下旨了 说朝廷啊 已经在拉临 开墾蒂姆建造房屋 拉临是哪啊 在咱们今天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下辖的这个武昌市 大伙都知道武昌大米吧 哎 就这个地儿 说朕在这儿啊 已经开墾好田地了 住的房子也给你们建好了 然后呢 朕准备在这八旗子地里面 跳上三千人 你们就去那前往屯仲 你们就在那儿 好好给朕种地 这跑这么老远种地 朕不亏待了你们 由京起身之先 每户赏给智庄银了 你出发前啊 朝廷给你钱 哎 这叫智庄银 其实就是装备费 你就想买点啥都行 其实呢 啥都不用买 沿途付给予车辆草数 你从这儿往那边走 这一路上当地的官府 是管街管送管吃管住 等到了那儿呢 道笔又赏给立产银 到了那儿再给你一笔钱 立产银大概相当于安家费 其实呢 你根本不用安家 朝廷早给你想好了 给你准备好了官房 准备好了田地 还有耕牛 还有种子 哎 就缺你这双勤劳的双手了 所以啊 你们到了那儿 各以感待朕恩 准备用度 以囤 以肯囤为物 你们到了那儿啊 就怀着这颗感恩的心 好好的给朕种地啊 朝廷给的钱 你省着点花 少给朕变那个小魔术 而且呢 你种地 种地这不是有农贤 有农忙吗 农贤时节 你干啥呢 稍有鱼虾 亲习 骑射济勇 没事的时候啊 你们练练公马骑射 这是咱老祖宗的利家根本 对吧 别成天那个斗屈屈六鸟 那玩意儿立不了国 涉索学 涉索学有成 在笔处又可跳取 马甲差势 未尝无畜胜之地 你们这功夫啊 要是真练好了 朝廷都提拔你们 你们绝对有出人 投地的那一天 乾隆想的挺好 执行的怎么样呢 不是说迁去三千人吗 实际上去的就只有两千 为啥呢 谁都不愿意去 我在京城养尊处优 逛这么好 每天到这个茶馆吹吹牛 这日子过多爽啊 跑那边冰天雪地 不去 真正去的这两千 在这边拿了这利桩银子 在那边拿了安家费 拿完之后呢 陆陆续续 都有逃回京城来了 这就像什么呢 比如说啊 有这么一家人 这孩子长大了 长大成人要出去工作了 父母啊就嘱咐 说你出去以后啊 要努力工作 争取将来啊 自食其力 但是呢 你如果这个挣钱 挣的不够啊 没关系 家里给呀 你如果是要买房呢 家里给呀 你如果是要买车呢 家里给呀 反正呢 你是各种物质需求 别管是朴素的 还是奢侈的 家里边都给啊 你就好好的努力工作 自食其力就可以了 这孩子 他要能自食其力 那才是见了鬼了 你�십丽 你以为谁是啊 我地方的 身体 似乎 有自己的 租赏 伍 优优独播 的 了解 参赏 优优独播 下来 如果是 忍不够的话 知悔 我们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